广东队要弹成宁波天津的两大交易方案 周期要签下第三大合同 而虽然却要嘲讽新疆队 如今辽宁队两大筹码更是被摆上货架 有望去挖到顶级的内线得到更大补充 新的一个赛季其实总体的实力都会得到飙升 跟大家重点探讨一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广东队有望跟宁波天津打成双重的签约 而且在接下来的人员调整当中会有更大的变动 据了解广东队为了得到宁波战队的状元签 真的不惜一切代价 包括了过去一段时间 广东队的曾茂洲和赵景阳更是被讨论 或将成为交易的筹码去挖到状元签 而随着近期 广东队的彭世俊证明顶尖的前锋 他更是被爆出要离开球队了 彭世俊并没有跟广东队达成签约 而且他将会成为一个交易的筹码 毕竟彭世俊就为过去广东清训出来的优秀黑马 那么他其实还是渴望去到更加顶级的战队 最起码来说让他去得到更大发挥的球队 无论是对于广东还是宁波等球队 只要能够给到彭世俊更多的上场时间 让他能够充分展现自己 其实彭世俊就会非常兴满意足 因此在接下来的CBA新赛季 彭世俊如果说广东跟宁波二选一的话 他肯定会去到宁波战队 毕竟他要的是发挥 要的是能够首发达位前锋的位置 得到更大的实力展现 因此广东队在近期 更是要满足彭世俊的这个心愿 作为一名顶级的前锋主力 那么彭世俊完全能够去一换一 去交易得到宁波战队的状元签 其实广东队把状元签给拿下来 另外再把陈国豪给签约下来 这一笔合同是相对比较滑得来的 因此对广东队来说 王权很有必要跟宁波战队去交易彭世俊 去得到状元签 这会让广东队的实力得到更大提升 毕竟有了状元签 把新赛季的状元陈国豪签约下来 基本只剩时间的问题 与此同时广东跟天津在近期最了解 更是要达成正访日的交易 而日这名球员 其实他在近期一直都留在广东地区 他并没有前往北方球队视讯 更没有很大的意向想要去到天津等球队 对比之下 广东队的李英博 他更是很有希望被送到天津队去发展 毕竟李英博这名2米05的前锋 他过去的一个赛季有出仗的时间 但是机会太少了 个人基本得不到很大的展现机会 但是李英博他其实还是比较强硬的 作为年轻一代的00后选手 其实杜丰也渴望让他得到更大的发挥 然而接下来李英博他也想有更多的展现机会 既然留在广东队得不到更大的出仗时间 那么不凡去到天津 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得到更好的发展 第二个反面 周琦将要签下第三大合作的合同 而虽然则是被爆出不满意新疆队的交易方案 其中对周琦道姆王来说 其实他个人当当是在生育度 还有他的商业价值角度来看 都是有很高的底牌和水准 毕竟周琦呢 如果说他被西杯的其他任何一支球队拿下来之后 他铁定都是锁定最顶尖的那一份合同 说白了也就是本土球员的天花板 作为第一中锋 周琦呢 他很清楚 因为自身拥有的实力足够强 可以去到任何的球队 而且呢 他的商业价值也吸引来了很多商业合作的合同 去了解 包括了非常优秀的牛奶品牌 还有呢 包括了外卖等一些商业的合作平台 都有找到周琦 跟周琦呢 达成签约合作 其中啊这两大品牌呢 给到周琦的合同都不会低于七位数的百万年薪 另外 周琦在近期呢 更是签下了第三笔合作 那就是来自豪车品牌 给到周琦 五年高达两千万的合作费用 因此啊 周琦他基本上呢 不用打任何的比赛 他只需要呢 动动手指头 动动他的嘴皮子 就能够去帮助商家 往前代言他也能够大赚一笔资金 基本上呢 每年都会赚到八位数以上的代言费用 因此 对周琦大魔王来说 他基本上不愁下一家的发展 因为无论他打不打比赛 或者回不回归西杯的战队都无所谓 因为这也是周琦的习惯和性格问题 毕竟呢 周琦在过去呢 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水性的 他对比起义剑连姚明等选手呢 非常不一样 同样都是囊囊的大中锋 义剑连跟姚明呢 一直都是与我们囊囊的勇誉为重 为了囊囊能够独冠啊 真的拼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和青春 但是周琦则是非常不一样 周琦更加多的是顺其自扬 有比赛了就努力去打 没有比赛呢 打不打 强不强家 回不回归 更多是看自己的个人意愿说了算的 另一个方面呢 虽然经纪人呢 他更是不满意新疆队的合作合同 说白了对新疆队最近的交易谈判 其实在资金筹码方面呢 没有达到虽然经纪人的标准 毕竟新疆队通过周一期的交易 不仅能够拿回一个亿的培养费用 其实虽然作为他的经纪人团队 在整个过程当中认为 也付出了很多时间精力 自然而然呢 就能够获得一笔超过5000万以上的资金报酬 因此虽然经纪人团队呢 更是狮子开大口 无论是周期他本人的签字费超过了5000万 还是虽然这边的佣金费用达到了5000万以上 其实呢 对双方来说呢 都是为了争取更大的利益 所以啊 在近期呢 无论是新疆队的交易方案也好 还是虽然双方也好 如今呢 更是在利益的谈判方面 存在着一些矛盾 不管周期去到哪个球队 无论是上海还是北控 虽然跟周期都会大赚一笔丰厚的资金 而新疆队这边也会拿回属于自己的培养费用 其实啊 对周期的这个签字费 以及呢 交易的费用 那真的不是一帮球队能够负担得起的 确实呢 你让大家议论纷纷 最后的第三个方面 辽宁队的两大黑马呢 更是被摆上货架 要成为交易的筹码 去挖到顶级的中风 过去辽宁队一直都想要挖到的是周期大魔王 但是大家都知道 辽宁队能不能把周期 挖下来 目前摆在面前的 最大的困难就是新疆队的管理层不同意 因为呢 来自新疆队的管理层 也并不会说去做一些亏本的交易 新疆队希望得到的是赵继伟 以及呢 张正林 外加上了团队当中的郭爱伦等主力的 但是辽宁队不肯给 目前呢 辽宁队的这边呢 更加有意愿得到的是上东队的朱永正 无论是球队当中的 辽宁队或者吴昌哲都可以作为交易的筹码去挖到朱永正 得到中风的补强 另一个方面呢 其实啊 对于辽宁队跟广州队的交波桥也有一定的达成意向合作的可能 因此接下来的 辽宁队很有可能呢会用来交易得到广州队的交波桥 而吴昌哲很有可能会当放上东队的朱永正 从而得到中风更大的补强 这也是辽宁队渴望达成的交易合作 因为辽宁队目前最期待得到的是中风的补强 希望引进更加主力的优秀内线 得到新赛季的冠军争夺机会 也期待着接下来各大球队纷纷调整之后 无论是辽宁广东以及呢 新疆上海等球队都有更大的提升 这样才能让CEP更精彩 更加百花其放 将选出不一样的效果 大家是否认可 说说您的想法 也谢谢大家